非洲莫桑比克和毛里求斯 先後發現馬航MH370客機殘骸 但是交通部部長 納豆斯里廖中來表示 目前在南印度洋海域展開的搜尋 任務將會持續 因為有關的海域 百分之九十九 是MH370終結的據點 當局不會更改搜尋區域 廖中來強調 目前最主要的任務是 巡獲更多的客機殘骸 這樣就能夠分析 並找出客機失事的原因